13不好了,若雪出事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若雪跟霸王药业总经理孟江南谈签约的事情 可是我们到了酒店后,孟江南总是避开合作话题 不断地跟若雪喝酒,很快我们公司的公关人员就被灌醉 随后孟江南摆出三瓶波尔多红酒 然后告诉若雪如果把他们喝完,他就马上把合同签了 如果换成以前,若雪看到这种情况,肯定毫不犹豫转身离开 可是今天他却不知怎么回事,拿起酒瓶便狂喝了起来 当时我看到会所老板司徒进往酒水里扔了一枚白色药片 我想上前制止时,却被他们打了出来 我害怕若雪有危险才跑过来找你的 这个白痴女人,不知道这样会害得自己吗 咱们要不要多找几个人帮忙或者报警 没时间了,他们敢动唐若雪,就是天王老子野完蛋 你他妈的找死是不是,敢闯我的房间 孟总,你怎么了,快叫医生 小子,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这里伤人的 伤人,你哪只眼睛看到的 刚刚孟将男霸王硬上弓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 哼,我只看到了你行凶 小子你敢伤我,你完蛋了 今晚我不弄死你和唐若雪,我就不是人 是吗,来,捅这里,我保证不还手 来啊,捅啊,不是弄死我吗,难道还要我帮你吗 妈的真是个疯子 不敢动我,那就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了 我是霸王集团的总经理,我哥是孟大军 你敢杀我,我哥不会放过你的 我说过,我们没离婚之前,唐若雪就还是我的女人 谁敢欺负她,我就要了她的命 说吧,还有什么一言 不关我的事,是陈丽阳叫我干的 他要我拿合同诱惑唐若雪 要我不计一切代价罢了的 只要我能成功,他就给我一千万 陈丽阳才是幕后的凶手 他才是要害唐若雪的人 冤有头战有主,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陈丽阳,想不到是这个混蛋在搞事下 看来是我昨晚太认识了 行,今天我就饶你一命 谢谢十三大少 年轻人,你要干什么 孟江南欺男霸女,你这个会所老板 不仅不阻止,还助纣为虐 对不起,是我管理不善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十三哥,就是他给若雪的酒水里下药 并且还让人打我 哼,是又怎样 我告诉你,我是你们得罪不起的人 嗯? 我就想看看,怎么得罪不起你 给你一个星期,关掉这家会所 如果不关,我就关了你 孟大哥你来了 我弟弟怎么样了? 孟江南被捅了酒刀,但没伤到要害 现在输了血,包扎了伤口,暂时没有大碍 对方是什么人? 是唐家的上门女婿 一个刚毕业一年的毛头小子 嗯? 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在中海第一医院 估计现在正给唐若雪洗胃呢 大哥,是不是找到那个小子? 要不要我用盆子盆死他? 一枪毙鸟太无趣了 你现在去中海第一医院把他们带回来 我要好好教教他,怎么敬重孟家人 小月,你好好照顾他 待会你再联系一下唐家的人 就说他喝酒喝醉睡你家了 好的,十三哥,你现在要去哪里? 陈立阳这样对若雪,我去关照关照他 血压持续下降,心率持续升高 血小板持续降低 不好了,患者血压为零,心跳停止了 上颤电机,肚心肥腐苏 杨朔,你哥怎么了? 叶兄弟,救救我哥哥 嗯? 休静怎么回事? 都是我的错 你身手了得我很敬佩 可是你说我有血光之灾 我却荡上了无稽之谈 但我哥却深信不疑 这两天他只要一有空就跟着我 生怕我出事 可是半个小时间 我们执行一个任务 围剿一伙境外匪徒 结果我大意了 把身体暴露在对方狙击枪中 我哥捕捉到瞄准红点 关键时刻把我推倒 还压在我身上 我捡回了一条命 可我哥被打中了 虽然有防弹衣 可弹头依然打穿了他身体 还打中了我 我之所以没事 是因为你给的那颗弹头挡了一下 而我哥却没这个运气 现在生命垂危 叶神医你这么厉害 一定有办法救我哥 求你让他活过来好不好 我给你下跪了 好,等医生出来了 我跟你一起看看杨婷 杨淑,杨婷的伤势太重了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